要組電腦嗎? 要組電腦嗎? 好險這一次不是我自己組 因為我上一次組電腦就是幫導演組的那一台 我們上一次有一點點慘 好啦這台就是桌機呢 它是ALATA他們旗下的電競品牌XPG他們幫我組成的 給大家看一看 它不管是機殼然後記憶體SSD跟電源等等 都是XPG他們自己加的喔 然後這一台呢非常帥氣價值五萬多元的桌機 竟然是要送出去的大家都有機會得到 那至於要怎麼得到要記得把影片看完啦 那我們現在就來評測看看它到底厲不厲害 然後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程度吧 首先最主要的當然是機殼囉 這是XPG新出的機殼 名字叫做Battle Cruiser 戰巡艦 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是一個好東西 不管是漂亮又耐髒的霧面金屬機身 還是帶著棱角帥帥的設計 或是這個可以前後左右看到內部配置的強化玻璃 都可以感受到它的質感是很好的 玻璃的部分它是用螺絲固定的 螺絲轉下來之後我這樣搬一下 這片就下來了超級好拆 而且它四角是沒有鑽孔的也更堅固一點 這樣不管你是一個不斷更新裝備的玩家 或是想要做日常的機內清潔都會更加容易喔 這台Battle Cruiser呢它可以很簡單的把前面 或是上面的背板都拆下來 像是這樣子我剛剛就很輕鬆拆下來了 然後上面也會有這樣子 常見的磁吸式的濾網 然後你會發現它是很大一片 你就會知道它是很新的機款 為什麼這麼說呢 要是比較少接觸桌機的人 我可以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像這種機殼其實一般常見的 都是一體成型的居多 然後它上面是會有一片的金屬片 但是會有一些孔洞它為了方便散熱嘛 然後我們一般的就是散熱的方式 都是前面有風扇 這樣把風吹進來加速它的散熱 然後再從後面跟上面排出去 但是呢我們這樣子清潔濾網的時候 它雖然上面會有一些灰塵可以做清潔 但它其實蠻大部分的灰塵會卡在它的機身裡面 但像這樣子它比較開放性的設計 它就可以設計這麼大片的濾網 然後來接收大量的灰塵 就不會有就是比較多的灰塵卡在機身內部 清潔也會更方便 因為機殼它是要陪伴你很久的東西嘛 你裡面的東西裝備是可以換的 但是機殼要是買的小了 或是買的規格不好的話 就沒有辦法再做升級 所以呢就是買機殼好一點 是為了走更長遠的主機之路是吧 OK來講講裡面 它自帶四顆ARGB風扇 燈光顏色可以改 然後你長按這個LED切換鍵 它就會跟著音樂節奏來閃燈非常非常酷 另外呢它的擴充性跟相容性都是不需要太過擔心的 像它最大的eATX主機板可以裝 然後燈效的部分呢它支援5V的ARGB跟12V的RGB 不管是什麼樣的RGB設備 它都可以透過內部的控制器來串接喔 然後呢如果你想要用個直立式顯卡也可以啊 它不管是怎麼樣的擴充都是非常OK的 欸我講機殼講到有點忘我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它內部配置有哪些吧 首先是華碩的X570PLUS主機板 是專門拿來搭AMD處理器用的 處理器呢是AMD R7-3700X 這就不用多說AMD就是箱 再來呢是XPG的D60G記憶體 兩條8GB的非常的閃 它的邊邊還有這樣的鑽石能線設計 而且是4電競的 最快速度可以到4000MHz左右 再來是XPG的固態硬碟Factories S40G 512GB的 它的介面呢是PCIe Gen 3x4 讀寫速度呢最快可以達到讀3500寫3000 當然了它也會亮 再來呢是這個XPG Levante一體式水冷 它們名字都超級難記的 它是把就是CPU的熱器 利用散熱銅片導到它們的冷卻液裡 然後再利用它們這個雙風扇加速熱器的導出 然後呢不管是Intel 或是AMD主要處理器的腳位它都支援 所以你不用擔心它會有不相容的問題喔 然後呢是顯卡 ZOTEC GTX 1660 Super 6G顯卡 在同級的顯卡裡面它算是CP值很高的 而且散熱做得很不錯 想要順玩3A大作也沒什麼問題 最後呢XPG的650W電源 Core Reactor 它採用的是全模組化的設計 沒有使用到的線材都可以不用安裝 整體現在也會更加的方便喔 我們現在就來實測玩一段遊戲 給大家看看就是它的威力有到哪裡 然後呢其實我也非常享受 因為XPG他們給我非常多的裝備 我想要一起帶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帥 我們現在就來玩一下好嗎 嗯 直接喝了 剛剛玩的是那個POPG 然後它的幀數表現大概都是50幾 然後表現算是還蠻不錯的 剛剛畫面呈現很漂亮的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 然後它就是這台主機它有個很棒的一點 就是它非常的安靜 就算我玩遊戲 然後我也要湊大概這麼近 我才會聽到聲音 所以它的那個聲音是不會干擾到你的 我覺得就是要是有在玩桌機的人應該都會很有感這一點 最後呢想必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一段 就是呢這一台桌機它是要送出去的 而且連同就是鍵盤啊滑鼠電啊耳機啊 通通是要送的喔 活動的方式非常非常簡單 現在呢XPG它有個XPG女孩命名活動 你只要幫XPG女孩命名 然後為他們想要去口頭展 並且公開分享出去 就有機會得到這些豪華的桌機跟相關的周邊 而且呢它是可以無限次數參加的喔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呢 可以到YouTube的敘述欄點擊網址 看看詳細辦法囉 好的以上就是這一台XPG Battle Cruiser 組的桌機的介紹啦 XPG為什麼不直接把桌機留下來給我們呢 好我也不知道 我們是要把福利留給大家嘛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